我們一定要更好 懂得怎樣去做好 people management starting where? starting 其實就是要 manage 自己 因為 manage 別人是很痛苦的 要改變 更加困難的 大家可能到現在都應該理解到 如果你已經開始求生了在事業 或者家庭 或者各方面 你應該明白 我一天其實困擾你的 就不是你做你自己本來的工作 最困難就是當你本來你自己已經想定 我要這樣做這個工作 但是在你未開始做 十點鐘 九點鐘你回到辦公室 以為我會開始 I'm going to start this work today 但是到十點鐘已經有二十萬個不同的挑戰了 你女兒就打電話給你 哭 你老闆就突然間 鎖了 或者你的秘書又告訴你 她今天要放負率假 所以其實全部就是你都要有機會 是身邊的很多各種的人和人的關係 to start with 我覺得一個 trick 如果今天我要 leave something behind 去理你的 就是我怎樣去處理的呢 因為你可以想像 要我的 我不敢說你們 各人自己本身是在不同的情況下 會有幾多不同的人和人的一些關係的情況 問題 挑戰 但是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是認為你是十分的 我當然應該起碼要是十倍 二十倍 就是講我家裡的人數 是吧 以及講我自己工作的單位的之多 以及講我自己公職的單位的之多 以及講我自己 像剛才所說的 那個身份 角色的之多 所以所有事情 我都是成幾多批會的樣子 所以到最後 我認為 講什麼都沒有用的 就是要 manage 自己 其實 因為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自己去判斷和決定的 就算包括 你想不想做很多事情 有些事情你不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我有幾多兄弟姊妹 我可以選擇我有幾多個一定要 deal with 的單位 但是你們有些事情是可以選擇的 是吧 但是選完選到 你都要決定 你自己究竟用一個什麼心態 究竟要怎樣去分佈你自己的時間 怎樣去處於一個什麼的態度去對待這些人 所以到最後 就是要 manage 你自己 我覺得 如果你 manage 你自己好 其他人帶出來的問題 某程度上 都會 eventually 是可以有得解決的 解決不是的 也都與你無關的事 因為 anyway 你都是沒有這樣的能力去處理的 所以 這個就是我最後 只不過想說 我們覺得 我本人覺得 無論做什麼都好 就是 一定是好像我們儒家學說那樣 是以人為本 但是以人為本呢 就是要自己先 你是作為那個榜樣 和你是作為那個能夠去持平的一個單位 就不要希望別人去為你而改 你怎麼會不會讓你 過分佈 我現在也 有點大的一切 你再ert我 或者是一次